你知道美国五星高中生康宁汉姆 在学校打球学习完了三不五 一天过得有多爽吗 早上七点半 十七岁的凯德康宁汉姆 已经起床准备吃早餐 早餐的搭配十分简单 是一份简单低卡又美味的牛奶燕麦 早上八点 康宁汉姆来到学校上课 目前他就读于阿灵顿包围高中的高二年级 今天他要全程记录自己在学校生活的一天 看得出康宁汉姆在学校还是很受欢迎的 无论走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都有同学看到镜头后纷纷上前打招呼 就连任课老师也不例外 当然拍摄阶段只能在课间或放学后进行 中午十二点 已经上了四节课的康宁汉姆 和同学们来到学校附近的快餐店吃饭 必备饮料两份鸡肉三明治 就是今天午餐的主要搭配 午饭过后并没有太多休息时间 因为下午还有两节课要成 每天六节课是固定不变的课程安排 下午两点半 终于可以放学了 康宁汉姆接下来会到球馆进行篮球训练 只见他一路上戴着耳机自娱自乐 简直不要太开心 身高1米98体重99公斤的康宁汉姆 主打控球后卫 有时候也会扛到得分后卫 出色的运动能力和篮球智商 让他在高二赛季能够场均得到 18.8分8.2篮板5.3助攻的全面数据 下午四点 训练完的康宁汉姆决定到冰浴池泡一下冰水 让局部血管收缩使肌肉放松 有效缓解关节劳索 不过队友小黑显然接受不了这种治疗方式 他被康宁汉姆一把拽到同里洞的大声尖叫 下午五点 康宁汉姆回到宿舍后化身托尼老师 他要给队友好好整理一下发型 不得不说 这理发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 晚上八点 康宁汉姆再次来到球馆进行训练 为了打进NBA他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他利用发球机进行定点投篮练习 可以看到他的中距离投篮十分稳健 就这样一直练了一个小时才算完成任务 晚上九点 康宁汉姆来到超市购物 不够逛了好几圈也没买到什么 最后搞了一大包纸巾 然后推着小飞在停车场横冲直撞完的不易乐 值得一提的是 该视频记录于2018年 康宁汉姆高中毕业后选择进入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征战的C 他在大一赛季出战27场比赛 场均35分钟可以得到20.1分 6.2篮板3.5助攻1.6强断的出色数据 2021年NBA选秀大会 康宁汉姆被底特律活塞队以状元签选中 自此正式开启了他在NBA的职业生涯 你还想看哪些球员的一天 欢迎留言